今天是一期凯瑟琳泽塔琼斯的电影一出 众所周知 泰坦尼克号的《沉默》是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海难 它之所以这么有名 除了泰坦尼克号是当时最豪华的邮轮外 还因为它在《处女行》中就撞击冰山而沉默 卡梅隆在1997年指导的同名电影 更是把它的知名度排高到了世界级的水平 但有关泰坦尼克号的影视作品 卡梅隆指导的电影并不是最早的 凯瑟琳于1996年主演的《铁达尼号沉默记》 才是泰坦尼克号沉默事件最早的影视作品 相比起泰坦尼克号更侧重男女主的爱情悲剧 《铁达尼号沉默记》像是一部群像剧 上半部分是喜剧 描绘了邮轮上各个人物之间的化学反应 漂亮的女旅客 邂逅了多年不见的初恋情人 脚狭帅气的小偷却被纯真美丽的女徒深深吸引 而商人一家被心事重重的保姆扰得心神不宁 影片的下半部分则是悲剧 当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以后 每个人物都被推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忙着救人也忙着自救 导演并没有把过多的镜头 对准第一女主角的凯瑟琳 她指导的《铁达尼号沉默记》 像纪录片一样 一针针描绘着邮轮上的众生百态 要不是沉船特效弄得太假 她的艺术价值并不会比泰坦尼克号差太多 甚至她为演员们准备的戏服 从款式到质感 从端庄的陈礼服到奢华的晚礼服 也不逊色于泰坦尼克号的服装配置 这其中凯瑟琳的戏服最为丰富 从她的服装 可以窥探1910年代贵族夫人的着装风貌 影片里 她配色最显眼的一条裙子 是她第二次参加晚宴身着的晚礼裙 这17女性的晚装 已不像爱德华时期那般 过分强调S型的曲线 裙摆也不像19世纪的衣裙那样浮夸 尽量减少了对女性身材的束缚 亮晶晶的流苏和蕾丝面料 是晚礼服必备的装饰元素 除了让服装看起来更灵动 还增加了着装的奢华质感 迭代的长串珠项链 也在这一时期开始流行 另一只风靡到20年代末 头上的羽毛装饰还进一步提升了着装的浮华感 而用到羽毛头饰的 还包括这套白色的晚礼服 里面方领设计的裙子 款式很接近那个年代的帝国礼服 腰线拉得比较高 更强调身形的修长轮廓 为了迎合衣裙的颜色 佩戴的首饰和羽毛头饰 也都换成了白颜色的 尤其是脖子上的珍珠项链 很是银润饱满 让白颜色的礼裙 也不发细精的亮点 更多的时候 凯瑟琳的珍珠项链 都是长串珠的款式 一圈圈绕在脖子上 给不慎耀眼的晚礼服 镀上了浮华浪漫的荧光 让夜幕下的凯瑟琳 也能展现出贵妇的高贵感 影片里凯瑟琳的晚礼服 我最喜欢的还是 这条首饰搭配 不是特别奢华的黑色晚礼裙 尽管整条裙子 都用蕾丝搭配断面制作 但没有一丝视觉的繁杂感 凯瑟琳的身形 也看上去非常的纤细修长 给人一种清丽脱俗之美 也就是这样一种金贵的气质 才能再次吸引出恋情人的注目 凯瑟琳很多的陈礼服 都是黑颜色的 她登上泰坦尼克号的那天 就穿了一条黑色的灯罩裙 这种裙子 由法国服装大师保罗剥裂设计 在20世纪初非常流行 里面的裙子 裙摆细长且长脊脚踝 外层的竖腰外衣 一摆的长度刚好盖住膝盖 这样的搭配 很容易营造出视觉的层次感 那个年代女性的陈礼服 往往会搭配手套和帽子出镜 帽子越奢华浮夸 地位就越崇高 凯瑟琳的黑色礼帽 除了轮廓很宽大以外 还搭了一块半透明的蕾丝 既挡风 又能增加着装的灵动感 她在游轮上换上的第二套陈礼服 款式更接近爱德华17女性的着装 腰部很窄紧 非常强调S型的曲线 袖子也是那个年代流行的羊腿袖 衣裙的领口和袖口 还拼接了那17蜂蜜的金色花纹 它们让黑白配色的服装 更有视觉的亮点 但我觉得 这套同样内搭了小高里内衬的红色陈礼服 更契合凯瑟琳古典野性兼容的气质 陈礼服的外套 用到了不同深浅的红 来区分衣领和身形的轮廓 就如礼帽的配色一样 让服装的视觉 不会显得那么单一呆板 金色的串珠项链 套在镂空设计的内搭上 反而减轻了金色珠宝的艳俗感 使得着装的风格更典雅脱俗 影片里 凯瑟琳出镜率最高的一套陈礼服 是这套前卡齐的小高领着装 从内搭到裙子 再到外面的外套 都采用了同一配色 衣裙上那些做工精细的花边 还有礼帽上装点的彩色花朵 都不会让这个戏服造型 落入寡淡的框架 她素雅的格调里 依然保留了贵妇着装的精致感和奢华感 影片里其他配角的戏服 也非常富有看点 就比如这位总是穿着绿色服装的贵妇 她的晚礼服不单材质很奢华 风格也更百变 她这条装饰了很多胡蝶结的晚礼服 凸显了女性丰满的胸部轮廓 更接近爱德华时期女裙的风格 而这条颜色更浅淡一点的金绿色裙子 有着帝国礼服的柔美轮廓 背部拼接的披风 还能看到波斯服饰的影子 她绿色的陈礼服 会比凯瑟琳的更奢华 从浮夸的帽子到肩膀披着的貂皮披肩 能让人一眼看出 这是一名或真价实的贵妇 只不过应该是新近的贵妇 老牌的上流贵族 穿着不会这么招摇 就比如影片里的这对母女 她们的戏服虽滑贵 但配色和装饰都走着低调精致的路线 从配色浅淡的婉礼服 到配色深沉的陈礼服 都保持着这样的着装风格 如果你更倾向于既是风格的影片 那么可以看看 这部时长接近三小时的铁达你好陈莫及 尽管这部影片在影史的逐浪中 不被观众所提起 但它由于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深度与广度 是非常值得世人去铭记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